在为手机引路新技术这件事上 OPPO一直是非常积极的 过去几年 它们前年后后拿出过升降结构 潜望镜头 瀑布屏 屏下摄像头 65W快充等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而以设计来说 前年的FedX几乎称得上是登峰造极 即便到了今天 能在美感上超越它的产品 依然很难找到 既然如此 大家会对FedX系列的后续产品抱以巨大的期待 也在情理之中 而就在今天 原本计划在MWC2020上发布的FedX2系列 在经历了一番推势后 终于正式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看得出OPPO在质感的把控上 依旧非常到位 X2 Pro的背盖 有黑色陶瓷和灰色 即橙色树皮三个版本 后者还使用了玫瑰金色的中框 相比之下我们会更青睐硬朗的陶瓷板 它的背面曲线能够提供良好的手感 而且在不同的光线下还能呈现出灵动的水波纹 不过因为是亮面的关系 很容易会沾染上指纹 以重量来说 陶瓷板和树皮板的FedX2 Pro分别重207g和200g 差不多是目前旗舰机的主流水准 加上8.8mm和9.5mm的厚度 拿在手里虽然能体现质感 但跟轻薄应该是扯不上关系了 而在处理器的部分 它不意外地搭载了高通目前最强的小龙865 同时有12GB LPDDR5内存和512GB UFS3.0的储存 并且配备了屏下指纹 杜比全景声双喇叭和三降噪麦克风 而正面采用了一块120Hz 6.7英寸 3K分辨率的LED屏 加上背后潜望式相机 隐约间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些三星S20 Ultra的影子 不过话虽如此 FedX2 Pro的后置摄像头 在搭配上跟三星的新旗舰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它的潜望长家端采用了1300万像素F3.0光圈的镜头 有光学防抖 本身能实现5倍的光学变焦 结合算法后 它能做到10倍的混合变焦 及最高60倍的数码变焦 在主摄端OPPO选择了4800万像素F1.7光圈的镜头 这个CMOS是他们特地找索尼定制的IMX689 其最大的卖点全像素全像对焦技术 我们已经有过介绍 简单的来说 它能够依靠新的像素透镜结构 来改善垂直方向的相位检测表现 从而提升相位对焦速度 并可以改善相机在低光环境下的灵敏度 加上光学防抖和激光防抖 整体的稳定性和速度 亦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不光如此 OPPO在FedX2 Pro的正反面 都装上了一颗色彩感应器 这样一来就能更准确的测量 周围环境的亮度和色温 另外这颗主色相机 还能进行12bit Log式的拍摄 这次OPPO还特地找三星定制了一款 被称为10.7亿色真彩显示的 8加2bit面板 它能实现64倍于普通8bit屏幕色彩表现力 另外就是这块分辨率为 3168乘以1440的3K分辨率屏幕 在现阶段的高端旗舰市场上 其实并不多见 这块屏幕同时集成了 10亿色真彩显示 以及ZNCD约点于0.4的标准 同时支持HDR10加的显示 可以说这块屏幕的整体数字表现 已经达到了顶级的水准 而且FedX2在开启 最高的3K分辨率的情况下 还可以使用120Hz的刷新率 这一点比三星的旗舰机还要强 在软件层面上 FedX2 Pro预装的新版本ColorOS 自然也针对120Hz的面板进行了优化 加上基于安卓时的新系统 近来也做了轻量化的改造 综合体炼真的是比过去轻快了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 OPPO也在FedX2 Pro里 装入了安卓阵营里最大的X轴线性马达 在输入 游戏 手势的反馈震感上 都有着不错的提炼 至于续航力的部分 为了抵御高分辨率 高刷新率 加上5G的轮防轰炸 FedX2 Pro内建拿一颗4260mAh的电池 加上65W的Super VOC 2.0超级快充的保驾护航 只要38分钟时间 电量即可充满 而且充电的过程中 设备的温度也不会升高太多 讲到这 关于FedX2 Pro的介绍 差不多都讲完了 接着来讲一讲FedX2 跟它有哪些不同之处 最重要的变化应该是 集中在后置相机的部分 Pro版本上放在超过两端的MX586 被拿来用作了FedX2的主色 与此同时 超过两端的CMOS 换成了1200万像素的IMX708 长焦相机也不再是潜望结构 不过像素还是1300万像素没变 但是FedX2只有主色端有OIS防抖功能 除了相机以外 FedX2的电池稍稍变小 降到了4200mAh 但快充功率还是65W 机身有黑色陶磁板 蓝色玻璃板 和橙色束臂板可选 厚度都是8毫米 重量分别是196克和187克 屏幕跟Pro一模一样 也保留了高通865处理器 只是运存降到了8G LPDDR4X UFS 3.0芯片的容量 也只有128GB和256GB 两个版本都使用了频下指纹 两个版本都使用了频下指纹 现在已经开启了预订 此外OPPO这次还准备了12加512GB的蓝波基尼定制套装 里面包含了主题款手机、保护壳、无线耳机及车充 价格是12999元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发表对FID X2 Pro的看法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咱们下期见